其实我们很多语言的编码良好习惯都是一样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关于变量这一块 那么在这里 我关于make的工作流程 我也做了一个总结 其实刚才也已经给大家都提到了 首先make会在当前的文件夹下面去找我们的makefile这些两个文件 如果找到 他会选择文件中的第一个目标文件 并把这个文件作为最终的这样一个目标文件 然后根据时间册去生成目标文件 那么这个目标文件 如果遇到了依赖文件没有的 就递规去寻找目标文件 递规文件必须定递规生成 同样是有个时间错的问题 就这样一个逻辑 是不是很简单 那么刚才我们这种方式是不是很很清晰的指定了 我们要编的这样一个目标文件 对吧 很清晰的指定了 我们要编的这样一个目标文件 那么实际上这种方式就称为显示的规则 那么在我们的makefile还有一种比较隐式的规则 就是他会他会认为你应该这样子 比方我们看这样一段代码 我们这是一个变量的这样一个定义 Objects 那么他代表了这两个目标文件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编译器 这是编译的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文件 叫David 他后面就跟了我们的这两个OO 然后我们来执行一个编译 那么后面他就没有再去写别的了 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们后面是不是应该再去写 这个O这些目标文件 然后我们可能会需要用到他 对不对 按照我们之前的方式 就应该这样子来写 就按照我们之前的方式的话 就应该这样子来写 比方说 这个也是 这个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就是-C 就这样 这样子一个个来去写它 那么 那么之所以没有去写它 是因为什么呢 他去找到这个O的时候 他会自动的去找同名的C文件 并且把它编成O 这它比较智能的一个地方 这种方式 就称为我们的隐式规则 当然这个隐式规则就有个条件 必须要有跟这些O同名的 这样一些原代码文件 如果没有的话 它是编不过去的 就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那么关于尾目标 我们刚刚是不是也已经讲过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这里面 有没有一些尾目标呢 比方说我们找一下Clean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尾目标 对吧 那么这些尾目标的上面 都会有一个点 点封力 封力就是虚伪的 就表示我们的尾目标 后面跟上这个目标名 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写呢 也就是说按照这种规则的话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是有这样几个尾目标 我们也要这样子来写 我们也要这样子来写 叫封力 Clean 同理 这个也是一样的 封力 install 同理 这个在上面 封力 uninstall 好 这个才是我们完整的尾目标的 这样一个写法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写呢 这个他是为了区分 万一我们在做这个尾目标执行的时候 当前文件夹有一个同名文件 那么我们的make可能就会有点分不清了 当我们在前面指定好了 这个下面这个clean 这个目标 它本身是一个封力的这个尾目标 那么这样子 当前文件夹 即便有一个clean 这样一个同名文件 也没有关系 他只认 他只 他在编的时候 只要看到这个 只要看到makeclean 他在编的时候 他就认为 这是个尾目标 这个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我们通过这种声明 去指定它是一个尾目标 这个了解清楚就行了 那么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的话 我们其实也有可能 我们不希望他进行这样的一个输出 因为我们刚刚在make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一些文本的这样一个输出 如果我们不需要 不希望他有个这样一个输出 我们在这前头加一个at符就可以了 那么他的这一行就不会输出 这一行的命令就不会输出 我看一下哪少了一些什么 我们把它加一下 加到这 我们再来看一下 clean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make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就没有最终的 我们那个hello的输出了 原因在什么 原因是不是我们用一个at符 把这个输出的这个文字反馈 给它屏蔽掉了 对吧 这是一个稍微的一个小技巧 好 这个就是 那么 下面我们再来试图给大家讲一下 这makefile与makefile的这个引用级签套 就我们一个makefile可能会去引用更多的这样一个makefile 那么用一个include 就有点像我们自己在废员的这个include是一样的 我们把另外一个makefile给它签套出来 事实上在一个大型的工程里头 哪个大型工程呢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以前讲高级课程的时候 去给大家编android的圆码 android的圆码它有个特点 就是每个文件夹下面 就是相关的代码 就是每个文件夹下面都有个makefile 而且每个makefile周围还有很多小的扩展名为 make这样一个文件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嵌套 以及 以及这个文件的包涵 组成了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工程文件 那么当时我记得我们当时改 改改这个makefile 改投影演化的 大概 反正我接触过的makefile 就是上百个 就在那个android的圆码里面 那个makefile就是上百个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些音频的 包括音频类库的一些调用 参数不同 它最后编出来的RAW 这个音频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我就记得 好像有一个RAW 当时出了一个bug 就是那个音频的在解压的时候 在解压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在图像 在图像的时候 然后就是在解 先说音频吧 就是音频我们在这个解压的时候 解压的时候呢 我们就出现了一些这个声音上的断断序 有点不连序 后来我们总觉得是不是filework啊 或者下面哪一个地方的问题 那按说我们的open core 这个 它本身的这样一个类库 不应该出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是比较标准的一个东西 后来才发现是什么呢 是在编的时候 是在编的时候 调的参数不一样 那个参数导致它的解码频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原来就发现 最后问题是在makefile的问题上 后来把那个参数一改 重新编啊 重新包括一起 再把那个open core再编一下 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 我们再去改这个framework成 哪会去想象得到啊 对不对 所以 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大型的 这样一些工程的编译啊 和这样一个makefile编写的时候 我们就会大量的用到 这样的一个包含和嵌套啊 包含和嵌套 那包含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直接我这里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就是我们的 因为这个后面 大家会多多的去演练到 包含就直接include 后面跟上我们的makefile文件就行了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 我们再给它建一个makefile 比方说叫sundymake.mk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样的一个文件 先不给它输入内容 然后我们在这个makefile里面 我们就可以给它include include谁呢 include我们的sundymk mk make还是 我有点忘了哈 叫mk 这样一个文件啊 它就会联合这个来进行一个编啊 来进行一个编 那么同样的签套也是一样的啊 签套就是 我们往往是什么呢 我们往往到时候是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的文件夹 我们的文件夹不是竖状结构的吗 对吧 我们的文件夹是这样的一个竖状结构 这是顶级的文件夹 是我们的root 那么root下面就有一个makefile 这个makefile相当于是一个总领的makefile 然后每个文件夹下面有makefile 这个可能是music的 这个可能是video的 这个可能是进程的proxy的 每个下面都有一个 那么他就负责一层一层的去把我们嵌套 在这里嵌套了 就是让先进去 进去的过后先编这个makefile 然后再去编这个makefile 再编这个makefile 这些依赖文件都有了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编这个makefile 用到了这里面的这些依赖文件 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大家一定要清晰 好 那么他的脚本编写 其实比较简单 两种方式都可以 首先类似于执行的脚本一样 cd 通过cd进入到某一个指纹件夹 并且and 然后调用一个编写的这样一个指令就行了 当然这个 这个我是在这里定义了一个常量 一般我们会去定义这样一个变量 你当然也可以直接这样子 你当然也是可以直接这样子的 那么它是等价于我们这样子直接直接来编 直接来编 后面再加上-c -c就表示进入到某个文件夹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makefile的一些管理命令 跟上makefile的一个管理命令就可以了 好 这是它的一个签套 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用到一个条件 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些条件 比方说我们在执行某些命令的时候 要用到一些if then 对if then和else 那我们这里头也会去用 我们也会去用 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比方说在这里 我们在这边写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先是if equal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equal就是equal的这样一个缩写 就是匹配的意思 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什么呢 cc 它是用的我们的gcc 则我们调用下面的这一行 否则的话 则我们调用什么 应该是这样子 就随便弄的 最后end if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if then 一个典型的if then 当然通过这行代码 它肯定会是执行到这里来 对吧 我们把这个去掉 就不要 哦对 我们把这个给 名字我写错了 应该是 好像不是sundimk 是sundimk.mk 对 sundimk.mk 算了 把它不要了吧 好像少了一个括号 出新了 刚才在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来检查一下 哪有什么问题 哦 对了 大家注意啊 就是在我们的makefile里面 这个凡是你用tab 空了空了一个tab的话 都表示他要去执行的命令 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应该是我们makefile的一个判断条件的这样一个语法 因此这个地方是不空这个tab的 你看我们往前 它的颜色都变了 对吧 好 我们这样子来 再来 再来运行一下 makefile clean一下 OK 再来make OK 大家看是不是就make成功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地方是不空tab的 这条件已经是不空tab的 通这个就表示 是判断 就if equal 就是如果 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 则执行它 否则的话 则执行它 就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那么当然有条件判断 也有我们的函数 这个函数 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的少一点 就自定义函数 这个大家可以到官方的这个地方来 自己来查询这个函数的这个使用 事实上我平时用的都比较少 这是我们的函数的一些定义 这个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去看一下 包括这个函数的这个定义 最后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make file的一些管理命令 我们来熟悉一下 主要就是这样四个 最主要是这四个 其实最主要是三个了 第一个是杠大C 再加DINR 这个是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在欠套式 欠套式的去make那个make file的时候 不同目录下make file 我们会用到 这个就表示 是包含 content C 杠大C 是包含的意思 包含哪个文件夹下面 比方我们要去读入某一个目录下面的具体的某一个 比方我们来做一个 我们回到上一节 然后我们去make一下 这个当前文件夹当时没有这个make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方式 大C 再make demo 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这样子方式去make 他就会先去进入 进入 然后再去执行 我们这个地方 先清理一下 再去make一下 大家看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到时候在写这个脚本的时候 写make脚本的时候 我们会常常的会加入到这样一些内容 对吧 我们刚刚也说了 也可以把这个命令写到我们的make里面 写到我们的make file里面 所以大家重点去看我们的android的那个 在原码编译的时候 那一大堆的make 各个文件夹 下面都有make file 好 这个是-大C -小F 就是指定某一个名称 因为他默认情况下 是用的make file 但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不用他呢 对不对 方说我们进入到make demo 下面 我们给当前这个make改一个名字 make file 给他们改一个名字 叫sandy.make 好 我们现在再来make的时候 我们就指定文件 mk 当然我们这里执行个清理操作 大家看是不是就一样的这个效果 对吧 这个就表示指定了他的一个make file 这样一个文件 OK -小I 就是忽略所有命令执行的一些错误 -L 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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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I 和第二个 还有第四个 我们都是最最常用到的 那么至此我们把make file的一些编写规则给大家已经简单的过了一遍 相信大家已经可以去熟悉和去研究我们的这个make file了 那么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下来自己去看一下这些gcc的这个make file 看看是否能够去跟踪啊 去跟踪一下 去跟踪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想一些问题 就想一想在我们Android的圆码的编译过程中 我们的make file是如何编写的 这里我提了几个问题 大家一块来回答一下 第一 原文件或者依赖文件很多了怎么办 想象一下 原文件 因为我们可能会成千上万的这样一个原文件和依赖文件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把一个make file来进行拆分 把它分成多个make file 甚至于给它进行分析 第二个问题 在输出的时候 不仅仅是一个文件怎么办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make file 它就是一个文件 对不对 一个make file 它最终生成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规则里面的那个目标文件 如果不只是一个文件怎么办呢 我们要输出 比方说我们Android编的时候 某种情况下 它都会输出三个文件 对不对 最终 好 那么就几个方式 第一 用多个make file文件来相互include 第二 当然也可以用签套了 也可以用签套 第二 就使用我们的尾目标 尾目标 给它生成定一个all这个目标 定一个all这个目标 那么在这个尾目标 我们都知道all它是不会去生成的 反倒是它的这些尾目标 它到时候可能会去 会去把其他的内容给生成 举个例子 这就是用尾目标生成多个文件的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里我定义了一个all 定义了一个all 那么这个all的话 它依赖这几个文件 那么同时我给大家说了 这个all是一个尾目标 是一个 是一个尾目标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依赖文件就直接是我们生成的最终的这多个文件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第三个问题 嵌套执行我们的makefile 如何去嵌套执行我们的这样一个makefile 这个已经给大家就讲过了 这些问题 因为在我们的android的编译过程中 我们要常常去嵌套执行我们的makefile 这个大家熟悉一下就行了 好 至此的话 makefile最基本的一些内容 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 可能有些变量讲的还不够全 因为它还有一些很其他的一些系统变量 和一些预定音乐变量 那么可能有的 还有一些细节给大家讲的也不够细 因为makefile要说的很全的话 你把这些帮助看完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些帮助的内容很多 但我要求大家只需要去查询 包括makefile里面还有很多的功能 包括它这里面可以去直接执行线脚本 等等等等 这个大家在用到的时候 自己去研究一下 自己去研究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对makefile的这样一个了解 那么光是makefile 其实我们感觉还是不够 因为这个makefile文件 手动的去编写 是不是非常复杂 就好像我们的GCC 那个GCC那个makefile文件那么长 它真的完全都是手动编写的吗 其实也不一定 公益善其事 必先利息器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当时在做安装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先执行了一下 第二config 然后它 它来生成了我们的makefile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才执行的make去进行编译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个config这个文件 如何去生成了我们这个makefile 以及如何能更加方便的去编写我们这个makefile 那么这就是我们下一节要跟大家去讲的内容 就是讲我们的AutoTools 有相关的一些工具 来方便的来做这些工作 好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大家不要忘了课后 把我们这些例子都去练一下 特别这些功能节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